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的一种沟通方式又有自然清净的作用 从古到今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 无论是佛教和道教的信仰中 每逢初一十五都要烧香 大家知道烧香也是有讲究的吗 今天带大家去了解下上香的规矩之初一十五上香的讲究吧 上香的来历 一 初一和十五月亮由亏到满 然后转满到亏 月亮的不断变换是有很大的加持 二 初一和十五属于十斋日 这两天上香功德还可以倍增非常殊胜 上香的时间 佛教日日是好日 日日是吉日 本没有特别多的讲究 只是大家形成一些日子 集中来做功德 容易形成共修的力量 这样就加持和功德都被放大了 初一十五刚好是月初和月中 也是十斋日 所以选择在初一十五上香拜佛 也算是方便之法 有的人做不到每天上香 就在十斋日上香也行 如果十斋日还做不到 那就初一十五上香 关键是要有一颗真诚 慈悲 恭敬的心 上香有什么意义 一 表示前程恭敬供养三宝 以此示范接引众生 二 表示传递信息于虚空法界 感通十方三宝加持 三 表示燃烧自身 普香十方 提醒佛门弟子无私奉献 四 表示点燃了佛教徒的戒定真香 含有末世勤修戒 定 慧 心灭滩 宣 吃意 佛并不是好世间大香贵香 但却喜欢佛弟子的戒 定 真 香 上香的数量 上香以三之为宜 此表示戒 定 慧三无漏学 也表示供养佛 法 僧常住三宝 上香不再多少 贵在心城 所谓烧三支文明香 净片真诚心 一般在佛前上三支香就行了 锦号最圆满且文明的烧香供养方法 烧香时 第一柱相差中间 默念供养佛 代表觉悟 第二柱相差右边 默念供养法 代表身心 第三柱相差左边 默念供养僧 代表洁净 烧香注意事项 一 上香拜佛时 先敬身心 洗净双手 念诵香赞 二 到寺院烧香要注意穿着 从左往右绕 又绕塔四 功德无量 三 再加上香 一定要保持供桌的整洁与干净 四 自己请自己的香 不能让别人付香火钱 也不要帮别人付香火钱 一支香 一盏光明 点亮世界的同时 烧香也在提醒佛弟子 要无私奉献 多多行善 利益众生 上香时 一片清净污染的心 比利益众勋的心 满愿的力量更大 在此其愿世间众生正确上香 一起成为佛菩萨庇佑的人 平安如意 无灾无难 愿世间一切有情众生皆得佛菩萨庇护 远离苦恶 吉祥安康 天福天寿 幸福一生 感恩你的观看 此文若有谬误 我皆忏悔 此文若有功德 普皆会相 愿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 都能离苦得乐 消三丈诸烦恼 得智慧真明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 请您关注佛语 或留下宝贵建议 别忘了把佛语 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起见证光明